我們看到的是到中國出席 國共論壇的國民黨榮譽主席 吳伯雄即將到北京會見中國 國家主席胡錦濤 吳伯雄還說 馬總統請他帶話給胡錦濤 那到底帶哪些話呢 大家其實一直都很好奇 馬總統今天自己了 把這個謎題給揭曉了 請他傳十六個字 就是正式現實 累積互信 求同存異 續創雙贏 謝謝 我們就是說 簽了ECFA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因此我們希望兩岸能夠 本的這些原則往前邁進 就是剛才這兩岸的十六次真言 馬總統希望對岸能夠正視台灣發展的現實 也希望透過了公開的喊話 化解民眾對於國共合作 促成兩岸簽訂ECFA的疑慮